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团演 那么这两天呢 有一个话题在国内非常火热 就是3月18日呢 中国的火箭军呢 B站的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 它可以说相当于是官方的账号啊 中国的导弹部队的 逼你逼你的账号 那么一个女战士啊 就展示她父亲的首都卫士的一个勋章 这个资料就显示了 首都卫士勋章啊 是六四发生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向首都戒营官兵颁发的一个奖章 所以这个东西在网上来炫耀啊 就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勋章是什么 然后去搜索一下 发现这个勋章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很自然就会联想到 这就是镇压8964啊 中共的军人获得的奖章 那么这个视频呢 现在在网上的粉红群体啊 被率先发现了 同时呢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当然呢 墙内还有很多反贼啊 也参与了这个讨论 所以现在热度非常之高 后来的官方一看不对 把这个视频就给删除了 可以说这个女战士呢 实际上她是在视频里面 去炫耀她的父亲呢 当初在8964事件中 镇压学生这样一个事件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啊 她把这个宣章作为一个荣耀 说小时候啊 就非常喜欢 然后长大了 经常佩戴 然后为她的父亲自豪 所以这种言论呢 在网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粉红群体呢 就说啊 这些学生是把她杀少了 应该杀得更多 但是啊 民事里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的在这种场合 炫耀这种宣章 这样的宣章 可以说应该是耻辱的标志 它不应该是荣耀的标志 就像有的网友说 为独裁者主子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 得来的荣耀宣章 你有多么荣耀啊 然后有网友也说 中共体制之下 锦衣卫的孩子也是锦衣卫 厄拉姆的孩子 大概率也是骑手 我爸以前是司机 我也是司机 殊途同归 所以也是对中共的这种体制啊 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还有一个网友就说啊 刽子手的女儿 双手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 还沾沾自细啊 非常可恶 这说明呢 国内其实很多粉红群体啊 还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呢 他把自己带入这种统治者的视角里面 去想问题 明明自己是被共产党花式剥削压榨 但是却花式赞颂压榨自己的暴军 这种罕见的斯特戈尔摩综合症 一般只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这种极权国家里面才会出现 被高度的洗脑 所以现在8964啊 还有两个多月的纪念日啊 就快要到了 那么现在呢 又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 可以说这基本上就是 点燃了纪念8964的第一波高潮 现在国内啊 越来越多的人是关注这个事情 其实啊 像他这样去炫耀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他炫耀之后呢 引发更多的网友关注 到底这个勋章是怎么来的 8964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啊 知道事实的真相 那么很多翻墙去找真相 也是一种线索 对不对 总比完全不知道好 所以中共啊 也是害怕了 所以把这个视频呢 给删除了 那么说完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本加息 日本今天呢 就要正式决定了 到底加还是不加 可以说全球的几大洋行啊 基本上都摆脱了负利率 然后呢 都开始加息了 已经加了几年了 但是只有日本呢 还在硬挺 尽管日本的通货膨胀 已经高达2%到4%了 但是日本呢 还在不加息 按理说了 通胀达到2% 就是应该加息 其实就是控制通货膨胀 所以日本之所以硬挺呢 担心日本加息啊 对全球的股市 债市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么日本如果结束这种宽松之后 加息之后 可能对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巨大的打击 这也是全球投资者 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个事情 可以说都把心呢 提到嗓子眼上了 所以现在日本呢 今天到底加不加 网上关注都很大 就等于说 对港股影响到底大不大 越南的股市还能不能投资 日元还会不会上涨 A股停不停得住 美股会受到打击吗 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啊 那么日本一加息 可以说全球都要抖三抖 根据米匡投资的分析啊 其实他对日元加息 分析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结合他今天这篇文章呢 我就和大家来简单的谈一下 到底是加还是不加 各路媒体呢 也是在夸大炫远这种情绪啊 可以说民众的神经呢 都高度的绷进了啊 那么日本真的会加息吗 日本加息的过程和影响 会和美联储相似吗 几天之前呢 日本时事通讯社就称 日本央行可能在3月19日的政策会议上 取消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政策 并结束负利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日本一直是在大肆的发行国债 然后央行来购买 那么央行购买国债 推高了日本国债的价格 然后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啊 就下降 压低市场的利率 就是通过这种扭曲性的操作 来防止日元利率啊上升 因为日元利率一上升呢 然后全球融资的日元的成本就会升高 以前非常年价的融资的日元 可能就要提前还本复息了 这样呢 相当于从全球的市场抽离日本的资本 而很多年价时期的日元呢 其实流到了美股 欧股上面去了 流到全球各国的股市 因为日本呢 还在宽松 所以借日元的成本非常之低 然后借了日元换成美元 换成欧元投资这些国家的股市 那么现在日元要加息了 那么成本升高了之后啊 很可能这些国家要 很可能这些投资机构要抛售美股 抛售欧洲的股票 然后呢 把它呢归还到日本这里来换成日元 所以这样一来的 对全球的股市啊 它就造成了一个打击 所以这个日本要结束这个负利率的政策啊 让全球非常害怕 这个消息一这个消息一报道出来 就引发了市场的波动 再年跌了几天之后了 昨天呢又是大幅度的上涨 是不是回光反照了 不好说 要知道啊 日元它也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比较大影响力的货币 除了美元之外啊 日元也能算得上是全球货币之水的几大源头之一啊 就是放水的几大央行 所以很多人就很关心日本加息的事 先说一下啊 日本加息可能对日本的资产 亚洲的资产 甚至是全球的资产 确实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力啊 它可能和美元还不可同日而遇啊 美元当初的加息啊 全球股市是大幅度的暴跌 对不对 美股也是大跌啊 那么日元加息有没有那样的威慑力 我觉得可能还不好说 取决于日本货币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的差 第三需要知道日本央行层面的本意啊 它其实是非常不情愿加息的 加息只是被市场逼到了这一步 因为它的CPI啊 已经高达2% 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第四来对于资产价格来说 并不一定说加息 日本的资产就会暴跌 就是逆空啊 日本可以说 它的经济现在还是非常强劲 但是对于全球其他的资本市场 可能就不好说 日元加息啊 12成年还是挺大的 日本加息的预期可以说由来已久 至少是啊 大半年接近一年的时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 市场隔一段时间了 就会喊上一次说日本要加息了 但是每次日本议席会议啊 都没有加息 最开始了 放开了日本国债收益率的波动的区间 因为国债收益率 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无风险的利率 所以以放松它的波动区间 也就是放松利率波动的区间 意味着日本央行啊 减少干预 没有强行压制啊 日元的利率 所以日本那次放松了之后啊 市场反应却是向上的 所以就相当于加息了 当时呢 从原来的正负0.25% 放宽到了正负0.5% 这就是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啊 波动的范围放宽了 市场呢 普遍把这解读 说是日本货币政策要转向 要收紧最后一个宽松的经济体 也要退出 然后引发了日元汇率和股市的震荡 那么这种解读呢 现在看来还是有明显的一种误解的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啊 表明日本央行有收紧货币政策的 任何主观的意愿 只是呢 扩大了一下容忍的波动幅度 目标收益率仍然是0% 而且从官方发言来看呢 仍然是反复强调要继续宽松 那为什么还要放宽YCC呢 因为它本来啊 也控制不住了 虽然牢牢控制了十年期的收益率 但是两侧的都比十年收益期啊 更高 使得这收益率曲线的控制政策 变得有点是自欺欺人 比如说五年期的 三十年期的 都比它收益率要高 控制不住 你指控十年期的是没什么用的 放松上限 其实就是顺应这种市场的趋势 市场趋势本身是在逐渐抬高的意思 毕竟日本的通胀 它也在走高 现在市场的最新推测就是 即将完全取消YCC 那么用这样的篇幅解释 YCC的意义啊 以及市场对它的误解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样加息对日本资产价格 并不完全是构成利空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 对于资产价格来讲啊 并不是一加息就利空 一降息就利好 加息利空资产 降息利好资产 这种教条 其实并不完全符合现实 当经济向好 逐渐繁荣的时候 通胀 它会温和的上升 民意利率呢 也自然就会上升 这就是市场本身的规律 也就是说 民意利率上升 其实就反映了经济向好的一个趋势 日本目前呢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趋势 经济真正日上的含义啊 大约就等于说企业盈利也在增加 所以正常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在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 加息它并不一定说完全会把资产的价格打下来 是一种巨大的利空 并不一定啊 如果大家回顾历史啊 你就会发现历史上那些大流失啊 很多时候往往是伴随着加息过程的 只有一种加息是真正的利空 那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加息的幅度超过了实体经济增长的幅度 那么这样它才会 那么这样它才会对经济形成压制 才算得上真正的利空 不好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汽车它行驶的过程啊 越快它的风阻就越大 但是你绝不能说风阻大是利空 会让汽车速度变慢 这可以说就不对 正是因为速度快才使得风阻变大了 所以你才看到车速加快的过程 都伴随着风阻变大 但是啊 如果你人为的在前面吹风 对着车吹 这种风阻就是一种利空 当这个风阻大于车的动力的时候了 就会使车变慢 当加息力度大于经济动力的时候啊 就会压制经济 这就是利空 但是日本呢 正面临的可以说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啊 而是日本自身的经济啊 健康向上发展 多年渴望的通胀率啊 已经上升到2%的区间 这个时候的加息啊 可能就算是一种健康的加息 所以对市场并不一定会带来完全的打击 这个市场主要是指日本的市场 那么放宽YCC啊 理解了 那结束负利率怎么说了 日本应该是目前了 仅存的还在执行负利率的国家 以前呢 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利率 后来伴随着欧洲加息啊 基本上都结束了 那么这里说的负利率啊 它主要指的 并不是说我们把钱存在银行 我们要给银行钱 不是这个负利率 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是了商业银行啊 它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是负利率 2016年1月的日本央行啊 宣布了宽松的措施 将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的存款利率啊 从之前的0.1%降到了-0.1% 由此开始了 日本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 结束负利率是否就意味着加息力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了呢 那么日本的利率啊 升到0%也才是10个基点 而日本的通胀的增速啊 已经维持在2%到4%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不管是从通胀率还是从GDP的增速来看 经济的增长动力啊 都大于这10个基点的加息 前几天呢 日本是大幅上修了2023年四季度GDP的增速 修正之后呢 实际GDP啊 比折年的增速从-0.4%变成了正0.4% 2023年呢全球经济扩张了1.9% 设备投资的增速很高 表明呢 产能周期啊非常强劲 所以相对这样的经济增速啊 我们这点加息幅度了 可能无法对日本的股市和经济造成太大的打击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日股啊 大幅度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呢 这两年来日本股市上涨的幅度啊 可以说也是非常惊人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达到30年前的新高 所以现在如果日本真的加息了 反正来说日股啊 可能会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 而美股呢 可能受到的打击会更严重一些 因为我之前也是说过 权利率啊 比较低的时候 很多国际的资本呢 大幅度的是拆借日元 然后呢 换成美元 在美国 在欧洲来投资股市 大家看看美股 欧洲的股市啊 很多都是日本资金推动起来的 我现在日元要加息 它的利息成本呢 变高了 然后以前很多借了日元的一些机构啊 可能要提前还日元 那就要从欧美的股市债市里面来抽你资金 来还日本的贷款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那么欧股美股可能受到打击 比日股还要大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有投资欧股美股的 现在可能要规避这种风险 当然呢 如果今天不加息的话 那市场可能就算一个非常巨大的利好了 这些股市可能会又要暴涨几天 好 说到这里呢 很多朋友还是关心自己国内的房产 现在投资什么啊 整体来说 我建议现在肯定是不能投资中国的房子的 但是投资的标点可以转到黄金 转到美元上去 黄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大周期的起点 如果你准备投资五年十年以上的黄金啊 那么现在任何时候可以说都是买点 只要它调整都是买点 不调整也可以说是买点 放个五年十年黄金的收益 绝对会非常可玩 大家可以看看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的经济大智障然后呢通货膨胀非常之高 那个时候黄金的表现呢是非常强劲的 我感觉现在又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那个时候啊 当年呢美联储的主席保罗沃尔克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把利息啊加高到了21%来打压通货膨胀 大家想想那个时候的黄金都没被打压下来 而且涨幅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和那个情况啊可以说非常像 所以投资黄金呢我觉得收益还是挺高的 尽管前两三年呢很多朋友听我的建议已经投资了黄金 那个时候黄金呢是200多块钱一克 大家看看现在到了500多块钱一克 那个时候黄金呢可以说是抄底了 但是呢可惜买少了 昨天呢还有两个朋友也是给我发来感谢信 有一个朋友说能老师听到你的分享 我想买黄金抗通账 国内银行的黄金呢我都觉得不一定靠谱 你有知道的渠道吗 感谢上帝祝福你 然后我也给他进行了投资黄金的一个简单的答复 然后他说谢谢老师我就一直在听你的建议 前年你说房子最后卖出的机会 我就抛出了两套房 他说幸好听了你的建议 结果现在房子的价格呀几乎上是腰斩了 基本上让他在楼市逃顶了多赚了一两万万块钱 然后他说我特别庆幸 我本周又卖出了一套厂房 你要是听了你对大趋势的分析特别感谢你 我说不客气你也很聪明你能听得进去 很多人其实听不进去 感谢主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截图这是真的啊 有人说我是编的 我觉得是没必要 昨天其实像这样的截图啊 非常之多 很多朋友啊都是通过微信找到我 然后给我留言 感谢当年我建议他在高点卖了房子 我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 可以说目前国内啊 百分之五十的城市啊 他的房价基本上都是腰斩的 所以大家看看啊 如果当初真的听了我的建议 把国内的房子出个一两套 那么至少相当 那么至少相当于赚个一两百万块钱 是正常的啊 多的可能要赚个几百万 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啊 大家想想现在跌幅啊 非常之凶 两三年前卖啊 基本上算是逃顶了啊 很多朋友还是听到我的建议 而且那个时候了 卖房之后 很多朋友也移民了 可以说抄底美元资产了 大家想想这一去一来 加上汇率的这个差额呀 基本上是翻了一倍 所以大家不管觉得我做财经水平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趋势的判断 还是非常精准的 而且给很多朋友带来了实打实的帮助 让大家逃顶 然后抄底海外的资产 这五年来的大趋势 证明我的操作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来看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财经博主啊 像我影响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幸运啊 感谢主给大家能带来实打实的帮助 那么我的一个会员群里面上有个朋友啊 昨天也是说 他说几年前呢 群主说就让买黄金 当时钱投在房地产上 幸好后来听群主的话 把房子抛了 现在我之前的房子几乎跌了一半 不然就亏死了 到现在也开始投资黄金 大家可以看看这截图啊 这都是实打实的啊 这样的截图真的是很多啊 我不在这里自己吹嘘自己 所以大家如果经常看我节目 就会对我产生非常强的信任 因为我判断的这些资产的节点呢 大体来说 这五年内都是非常准确的 把这五年操作对了的话 你一辈子可能就财富自由了 如果你操作不对 操作相反 没有听我的话的话 那么你很可能资产会贬值 折半都不值啊 一辈子可能都爬不起来 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我把话也放在这里 如果你现在还有资产 还想投资的话 你跟着我的建议 可能把你以前的损失追回来 但是你如果不听我的建议 和我持相反的操作 我觉得未来可能在现在的资产上啊 你会再折半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我的建议啊 想寻求资产避嫌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扫码 进入我的会员群里面 确实会员群里面 信息量非常之大 确实会员群里面啊 信息量非常之大 不仅是我提供的 还有很多群友提供的 这些群友的身价都不错 而且工作都非常好 而且很多了移民海外 可以说都是全球事业的 身价有的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的见识呢 也达到了一定的层次 不管是听我的 还是听大家的讨论的 都能获得非常好的建议 266块钱就是一顿饭钱 但是你获得的信息量啊 绝对是这个数的数百倍 我觉得是可能的 同时呢 目前的会员已经有1700多个 四个群 再多了 我可能也打你不过来了 这个四群呢 基本上也过半的 人数很快就要买了 买了之后呢 可能不一定会加了啊 确实我的精力也有限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扫码进入我的会员群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